英雄不问处处 老六半年杰弗 赛季初 不管你在辐射区是如何大厦特上 都是白给的快乐小哥 今天挑战用新出的双持手箱 来给粉丝复评 绑定式套装 外加竟然爆发力 让他在辐射区是移动6套文工丧达 顺便拿粉丝的号复评演示一下 果然啊 这大家赛季初的餐货比我脸都干净 刚刚那里能五六十万 正好可以用博尔特打法屁息息吧 这个套装呢 叫全新脚底魔术套装 平底波四级包 满配双持小蜜蜂 外加四五套防辐射版 刚好凑够三十万战备 至于这套装备伤害高不高呢 还得实践里面见真兆 老鼠偷香 上去给他两个话 队友报朝 那就一起抬走 秒个六套啊 简直跟砍关切菜似的 我了个包斗 朗朗 钱关居然有人用科技啊 这子弹直接就穿钱过来了 当然了 如果觉得自己打太辛苦了 也可以来找我们BNN的护航 一把包袱两把包仓哦 虽然这套大伯啊 堪比六套融化器 但是想一打多呢 还是略微有点勉强 不过没关系 一回生两回熟 下塔百万不用愁 这次呢 装找落单的软狮子捏 喽 正好 被我蹲这个刚出辅士区的 直接连接起手 一缩再走 就问你遇到这只 红光萌萌萌宝 十分钟轻松小镇 二百五十万 飞飞撤离 别看这小子啊 在辅射区一路从南砍到北 但是遇到我双枪燕飞办 哪还是什么六套战争 这不就妥妥的送在童子吗 可能呢一打多勉强人感 但是对你一个还不是手拉把枪啊 嗯果然 收衣做成啊 不如噶一个人 可惜啊 没把这小子六套爆出来 以后 看来还要去黑门走一趟 屏幕一抖啊 金砖到手 收衣进一百万 飞飞撤离 但是这双齿小蜜蜂 也有个致命的缺点 比如在无双刷boss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左一枪右一枪 一半打在门框上 好家伙 这每个五六百块 都完全不够用 可如果想凑出去点 让子弹的打撞 那就会吸引boss的仇恨 打得更加难胜了 当然了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些大不了 可以找免费劳动力啊 有道理 瞧 这不就来了 等着大渊转打到一半 直接给他后面偷袭 偷袭娘 哎呀妈 没想到居然打这么快啊 偷袭 这不就得手了 省事又省力好吧 所以啊 经过奔将就换成试 这绝对是当前赛家 性价比最高的打法 暂时就得可以去试试哦 这不可能 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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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 perm Luck uine eight